涼的可樂是什麼鬼 兩顆星 涼的可樂是什麼鬼 你要吃這個很涼 什麼叫做可樂 不味的口香糖 然後還會兩顆 是多 你不要試看看 你買啊 你會不會兩吃 我看起來都想買 但我 但回台灣再買吧 會不會韓國有什麼 炸雞口味 然後薄荷強度是三顆星 超神奇的 你要幹嘛把薄荷油 倒在炸雞上面倒在炸雞 還是有什麼燒酒口味 然後有五顆星的薄荷強度 直接舌頭辣到炸開來 看起來比較像日本 會吃不吃的東西 看起來我比較適合去日本 日本比較有酷炫的東西 韓國你只能去吃炸雞跟喝酒而已 好像是這樣子